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读本好书 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 《一念之转》是享誉世界的心灵导师 转念作业创始人拜伦凯蒂的代表作 本书提供你所必须学习的一切 并找到凯蒂所说的做真相的情人那份喜悦与自由 作者仅用四个问题 教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所有的烦恼问题 通过学习本书 我们可以了解如何克服压力和不快乐 过上更加充实的生活 你有压力吗? 对生活不满 还是被这个世界和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搞得精疲力尽? 很多人都是如此 不幸的是 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有压力的生活 因为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其实不然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没有克服不了的压力和焦虑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以正确的方式处理你的压力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念之转》中经典的转念作业 学习解决 学习解决生活中许多压力的简单方法 通过掌握转念作业的简单步骤 你可以过上更加快乐 更充实的生活 在学习本书之前 让我们来先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思想常常是你最大的敌人? 为什么对天气不满是没有意义的? 接下来 带着这两个问题 让我们跟随本书了解一下如何克服生活中的压力 首先 我们需要通过理解和掌握自己的想法来克服压力 想象一下 你处于一段长期的关系之中 多年来过着幸福的生活 然而 最近 你开始怀疑 你的伴侣不再爱你了 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 当你想办法让你的伴侣再次爱上你的时候 你的压力会增加 但这只是个假设 在这个假设之中 你必须面对你的压力和悲伤 是这样吗? 错了 压力不是由你生活中的事件或人引起的 而是由于你对事件或者朋友和爱人行为的解读 所以 不是你的伴侣对你的爱缺失伤害了你 真正伤害你的是你对伴侣感情的解读 你认为你的伴侣行为的本质是不再爱你了 如果他忘记和你吻别 你会不由自主地想 他不喜欢我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情况呢? 你的压力源于你的想法 所以你需要改变你的想法 这就是转念作业的作用 先把困扰你的想法写下来 在我们的假设情况当中 你会写到 我的情感关系正在破裂 因为我的伴侣不再爱我了 接下来 通过问自己四个简单的问题 来分析你写出的想法 第一个问题 这种想法正确吗? 重新审视伴侣的行为 以确保你不是冲动形式 第二个问题 我能够绝对地肯定它是真的吗? 考虑一下对伴侣的行为 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 第三个问题 这个想法是你做何反应? 有时候 当我们焦虑时 我们只会不停地给自己施压 你可能沉迷于 寻找伴侣不再爱你的证据 因为在内心深处 你陷入了偏执 第四个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想法 你会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更加快乐 更加享受你们的关系 这四个问题的答案 会让你对自己的消极思想 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这样 你就可以不再纠结 心态也会变得更好 另外 通过转念作业 你可以转变 带给自己压力的想法 从而更好地理解 自己和自己的想法 在你回答 在你回答了转念作业中的四个问题之后 你会更好地理解 那些让你感到沮丧和压力的想法 现在 是时候进行反向思考了 反向思考是转念作业的最后一步 通过它 你可以把注意力 集中在转变你的思想上 去发现关于你自己 你的感受和你的处境的更深层的真相 让我们继续讨论上面的例子 如果你的想法让你觉得你的伴侣不再爱你 你正在失去你们的关系 那么 把这些想法反过来 看看会发生什么 试着从不同角度来解决你的问题 也许你的伴侣真的爱你 而你却误解了 接下来 用转念作业中相同的四个问题 来探讨这个新的想法 当你仔细审视你最初的想法反面时 你会对你的困境有新的认识 继续考虑所有的可能性 并进行反向思考 看看这些不同的场景 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比如 有没有可能是你不再爱你的伴侣了 这是否就是你们的关系变得冷淡的原因 还是你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和嫌弃 你是否为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感到悲伤 并把它投射到你的伴侣身上 你会对所有这些可能性 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 请仔细考虑它们 那么 你最终应该遵循哪种想法或感觉呢 其实 并没有严格的规则 跟随适合你的想法 跟着感觉走 转念作业 只会给你提供选择 并不会给你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掌握了上面的思考方式以后 你还要记住 不要执着于那些你无法改变的事情 关注那些你可以改变的 你是否曾经因为糟糕的天气 而被迫取消一些特别的计划而生气 比如 生日烧烤聚会 碰巧 赶上了下雨 你是否愤怒地想过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下雨 这不公平 当然 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是 当你对天气之类的事情生气时 你是在试图 与远远超过你控制能力的力量较量 即使你给自己施加再多压力 你也无法改变现实 压力帮不了你 它只会让你感到愤怒 失望和无能为力 你对天气绝对是无能为力的 获得幸福的关键 不是改变现实 而是 在你无法改变的现实中 找到你真正的位置 我们经常 在面对严重的问题时 感到不知所措 比如 战争 饥饿 或污染 这些 都是强大的力量 一个人 对他们 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你试图 独自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你将会失败 你只会将失败的愤怒 发泄到你亲人的身上 这种愤怒 可能会激励你 但是 也可能 让你陷入困境 相反 要对你有能力完成的微小的改变 有信心 当你知道 你可以做出改变 即便是很小的改变 你会觉得更好 你的行动 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你会知道该怎么做 而不会感到压力 愤怒 或沮丧 例如 你无法阻止一个大公司 破坏雨林的行为 但是 你可以通过停止购买他们的产品 来做出自己的努力 你可以做出一些微小的事情 来解决你关心的问题 接受这一点 你会感到更加满足 我们这里谈到的转念作业 适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事业 家庭 情感等等 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思考 你可能认为 转念作业太简单了 无法帮助你解决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你可能认为 它或许会帮助你克服恐惧 或者修复你的情感关系 但你不相信 它能帮你解决金钱或职业问题 是这样吗 你又错了 转念作业 对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帮助 不论是友情 爱情 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它都可以帮你解决 让我们假设 乔在他的商业伙伴关系中 苦苦挣扎 他压力很大 因为他认为 他的商业伙伴 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尤其是在会计方面 他对合作伙伴的看法 使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而使用转念作业中的方法 来分析他的情况 乔的许多问题 都可以得到解决 乔目前可能认为 他的合作伙伴没有能力 但如果他进行反向思考呢 乔可能意识到 他的合作伙伴在某些领域较弱 但在其他方面有他的特长 即使他的合作伙伴在会计方面能力较差 但总体看来 他在这一商业合作关系中 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乔能关注更多积极的想法 他不仅会变得更好 还会更有效地经营自己的生意 当你把转念作业 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时 你可能会发现 你之前一直在白白受苦 有时困扰我们的想法并不明显 而有时 他们又是如此明显 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 是我们的想法造成了问题 你是否发现 即使你很努力地工作 你依然很难实现你的工作期望 如果是这样 你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你努力工作 真正是为了什么 想一想 你认为自己真的需要经济上的成功 才能获得满足吗 如果不是 你可能一直在强迫自己 去做一些你实际上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事情 你确定你努力工作 不是为了获得幸福吗 通过转念作业 你可以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向和道路 好 现在我们对这本书的信息做一个总结 不要让生活中的挑战 不要让生活中的挑战毁了你 压力 如果 如果你能读懂你的想法 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 所以 不要在你的脑海中进行转念作业 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这样 就能够完全掌握 你头脑中发生的一切了 好了 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